的确啊这天气热 大家真的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到户外记得多补充水分 要做好防晒以免中暑了 像在昨天全台最高温又出现在台北 38.1度 结果造成了遗害 有一位44岁任职于台达电的灵性工程师 他就独自一人到台南南华乌山这边登山 可是等到他被发现的时候 意外沉湿在山上 那么现在相关单位初步研判 很可能就是因为天气带热 这位工程师住属晕倒猝死 天黑了终于找到人 其实清明警一销跟特搜在山上搜救 最后在台南南华乌山上 指足四旁的拼命步道 发现了全身发黑 44岁已经失联四天的台达电工程师林梦章 独自一个人上山 却再也没有回来 林梦章的同事心情一发现 他没来上班就觉得不对劲 打电话也没人接 这才发现他失踪了 经济研判 林梦章可能心愿不熟路线 加上天气太热 中暑昏倒猝死 没有什么外伤 脸部都化黑了 天气的引发身体的不舒服 林梦章究竟是被晒晕昏倒没人救 还是急性心肌梗塞暴毙 还要进一步确定 但同事私下表示 他连更高更难挑战的山都爬过 居然会混沌在海拔才800多公尺的乌山 令人震惊不舍 不舍党 到了 不舍党 我请你拔出